蔡英文 回城或与洪修柱相遇美国旧金山 为何洪修柱却说 无所谓较劲不较劲 是否遵守一中政策 特朗普表示一切还在协商中 特朗普的最新说法 我们又该如何解读 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 杨泰顺带来独家观察 国民党主席选战开打 刚辞去副主席的詹启贤 可能成为第五位竞争人选 外传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或将力挺詹启贤 这样的传言我们应该怎么看 越来越多的人松口表态 参选国民党主席 为何来营民带盼望深化党内民主 吴堆毅说 他可以团结国民党 他能做到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 杨泰顺有深入分析 继后任国务卿蒂勒森后 12号美国后任国防部长马蒂斯 和中情局局长提名人蓬佩奥 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 继续对俄中等国标狠话 外媒感慨心冷战扑灭而来 为什么特朗普的国安团队 对中俄态度如此强硬 为什么美国的盟友反而不领情 说这会带来战争 如何看待中俄两国 对这些言论的不同应对 时事评论员洪林 有专专业分析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卓 在福州向各位问好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 当地时间13号 蔡英文抵达中美洲的塞尔瓦多 据悉这是英杰专案的最后一个所谓友邦 随后她将再度过境美国返回台湾 蔡英文九天八夜的出访 在岛内媒体看来 台当局没有达成任何预定目标 相反蔡英文还有些灰头土脸 不仅出访就撒钱 还要疲于应对各种突发消息 13号上午 蔡英文与媒体共进早餐 蔡英文表示 过去台湾外事活动着重单纯的单向的外援 将来希望以协助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边模式 强化经贸市场 她强调有三个市场很重要 一个是中南美洲内需市场 及周遭国家需求 第二个是北美洲市场 第三是亚洲市场 蔡英文表示 将来会找出双边可以投资的贸易机会 也会协助鼓励台湾企业界组团 开展在中南美洲的经贸布局 有媒体问 在威迪玛拉当地记者提到 外援经费贪污的问题 台湾如何防止援助资金不被挪用 蔡英文说 台湾愿意协助中南美洲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上的需求 会去找适合合作的计划 她并说 我也不得不承认有一个强势的媒体 对政府的监督是有用 我不是叫你们对我强势 尽管蔡英文对此次出访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岛内媒体却隶属她一路尴尬 指出 蔡当局又一次政策转弯 再度违背过去不搞所谓晶元外交的承诺 而是出访就撒钱 此外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13号深夜搭机启程赴美访问 出发前被问道 此行刚好与蔡英文返程过境美国旧金山交集 是否有较劲意味 那么自治情城正好凑巧碰上 有什么好较劲的 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在涉台问题上的新说法 据路透社13号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 他不会承诺一个中国政策 直到他看到北京在货币和贸易行为方面的进展 路透社称 采访中当被问及是否会支持数十年一直支撑美中关系的一个中国政策时 特朗普说一切都在协商 此前大陆方面已经明确指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 相关话题我们来联系台北影博士 河南时间交给你 好主持人 感谢月华不锈钢队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板块的两位来宾 分别是中国文化大学杨泰顺 杨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时事评论员林明正 林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关注蔡英文方面的消息 蔡英文在当地时间13号上午于媒体早餐序 那么在餐序的时候 他就发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他说什么呢 在过去的时候台湾的外事活动 着重的是单纯的一种外援 单向的外援 将来希望什么呢 以协助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边模式 希望强化经贸市场 以及所谓的双边合作角色 然而在他这一次九天八夜的出访当中 有不少媒体看来 其实也是到处撒钱 我们想请教一下杨教授 如何看待蔡英文自己所提出的 这样一个新的双边概念 并且他这种提法是不是亦有所指 我想这个只是一个夜行吹哨 这个自己壮胆而已了 因为我们就客观的环境来看 他这个想法的确是个观念 可是要落实 恐怕不是这么容易 我先解读一下他所谓的这个双边的这种互惠的关系 那他讲的是说 我们鼓励一些台湾的厂商到那边去做投资 然后协助那边的这个产业发展 然后那边的人呢 也会跟台湾多采购一些货品 来帮助台湾的这个经济 能够也因为这样而获利 所以两边都可以共盟其力 那我们就先要问了那以现在这个美国即将就任的这个特朗普 他的一些做法他还没有就任了 现在已经就把这个福特跟这个丰田两个在墨西哥设厂的计划都把它撤销掉了 就这两个厂一看不得了 特朗普如果一就任之后 可能会对这些消美的东西啊 会刻以这个35%的这个这个税税额啊 所以他们一算这个没有立任他们就不去了 那连在美国脚边的啊这么跟跟中南美的关系有长期的这种合作配合的 他们都觉得现在到中南美洲去投资啊 恐怕想获利也不太容易 那台湾这个远隔一个大的太平洋啊台湾的厂商如果要到这个中南美去投资 是不是有像蔡英文所所预想的这样子是有一个获利 然后可以甚至可以回馈台湾这样一个机会啊 我看这个可能性啊相当渺茫啊 所以我认为他只是在人家的土地上嘛 那必须要讲一些场面话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这个发展恐怕还是要以这个撒钱的这个模式啊 来跟这些这个中南美洲国家的这些领导阶层啊 维持一个比较密切的这种合作 另外我们会注意到其实在当时有媒体就是询问说 当在威迪玛拉有当地的记者提到所谓一个援助的经费 存在一些贪污的状况等等等等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说援助的金钱如何会不被挪用 那么蔡英文方面其实上有做一个回应就是 他很强势的说媒体的这种对于当局的监督啊 是有作用的 但是他补了一句话说 但我不是要你们对于我强势 到底这是一种调侃 还是说一有所指还是怎么样呢 我们想请教一下林先生 是我想啊 民进党呢 他本身是一个假民主的政党 这是在台湾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只是呢 蔡英文他本身比较坦白 所以呢 大家如果还记得在选举的时候 前年当这个各界对他有关于说家族什么草地皮等等问题呢 他是什么说 不问别问 然后呢 请下一题 就不回答类似相关的问题 这代表说什么 代表说蔡英文本身他就是不享受监督 你今天媒体呢 当我们民进党在野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请你监督执政党 可是当今天民进党执政 而国民党在野的时候 请继续监督国民党 这就是台湾间的现况 就是如此 那我想这一次包括他这个 这次蔡英文出访 其实也呈现非常多双重标准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不久前 盛多美普林西比跟我们断交的时候 当时台湾岛内骂得多难听 说盛多美呢 就是要钱不税啦 要金元啊不给啊 所以他们就跟我们断交了 那你这一次出去不也到处撒钱吗 结果就说大家互惠啊如何 通通都在双重标准 这就是蔡英文以及民进党的真实脸孔 好 我们的视线突然间就放到了美国去 其实上美国在于两岸问题上面的话 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动作 我们一起来看 美国涉台问题上面的一个新的说法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在13号的时候 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时候 这是他非常重要任前的一次访问 那么被问到是否会遵守一中政策的时候 他表示说一切还在协商之中 我们想请教一下林先生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说法 您的分析 我觉得川普大陆叫特朗普 台湾叫川普 他的讲法非常有趣 什么叫做一切还在协商 一中可以协商 那跟谁协商 有跟台湾协商吗 还是是单独在跟大陆协商呢 这就让我想到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新闻 是有关这个危机解密 他的在公布希拉蕊的电邮里面 有一封电邮是怎么写到 有人写信给希拉蕊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就把台湾给大陆 然后换取大陆对于我们美国国债的减免 就是说大陆持有非常多美国国债 那台湾给你一笔勾销 结果希拉蕊怎么回应说 你这个提议不错 我再来跟你好好谈一谈 这就代表什么 代表说怎么样用台湾来换取美国的利益 已经变成不管是美国民主或共和党的共识了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每天吵说 要台湾共识台湾共识 台湾共识还没形成 美国共识已经形成了 为了救美国这自己的国家 你台湾随时都可以出卖 大象打架 结果是蚂蚁遭殃 大象讲好了 你蚂蚁最后还是遭殃 所以聪明的台湾人 与其在那边等着被人家决定 为什么不 既然说统一是未来不可避免的趋势 何不趁早就自己去跟大陆谈说 两岸如何统一 总比你到最后被美国人 把你出卖掉来得好吧 其实从昨天到今天为止的话 我们一直都在提到 美国的时候都会说到 美国现在更多的时候 可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一个筹码 而说到筹码的时候 我们要提一下 蔡英文方面 是不是把岛内的一些民众 也当成了筹码 那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针对台当局渔业主管部门 要求在冲之鸟交海域 当地作业的台湾渔船 应先行避开日本公务船 并且还没有马上派船舰去护鱼 引发了渔民的批评 那么台当局行政机构 在13号的时候回应称说 这个做法已经是行之有年 包括以前马英九当局 也是这样做 目的是为了保护渔民 那么对此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吉表示说 你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以前不会用闪避的字眼 只会是提醒在附近的船只 要小心作业 我们一起来看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徐国勇 13号发布新闻稿表示 冲之鸟周边是国际争议海域 台日双方各有主张 目前台渔业部门为了保护渔民 避免渔民因为日方的执法影响权益 因此依照行之有年的惯例 在海巡部门护渔舰艇抵达该海域之前 由渔业电台广播请渔船先行避开 避免造成无谓的损失 这是历任当局长久以来的做法 目的就是要保护渔民 马英九时期也是如此 对此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奇表示 事实胜于雄变 马当局时期都有派出公布船军舰护渔 马英九过去也曾重话表示 不接受日本霸凌 相较蔡英文当局主动归缩的立场 马当局的实际作为显然硬很多 他也呼吁蔡当局不要再睁眼说瞎话 日本冲之鸟礁海域再先争议 台渔业主管部门发出公文 要台湾在该海域作业的渔船先行避开 刚刚我们短片也看到了 在昨天的时候是加码台行政机构发言人徐国勇 发布新闻稿表示说 其实在马英九时期就是这么做的 真的是就是这么做的吗 还是说到底在民进党上台以后 在一些问题上面有了一些变化 并不是这样子的呢 而为什么要把他这些问题都扯到马英九的身上 我们要请教一下杨教授 我同意这个胡文奇的这个说法 那这个发言人 他的确有点真的已经说瞎话了 如果大家记忆不模糊的话 应该记得马英九当他在2008年5月20号上台的时候 大概隔了差不多一两个月 一个月多的时间就发生了一个联合号这个渔船撞船的这个事件 那在这个事件里面的这个马英九对这个日本方面就采取一个相当强硬的这种态度 最后日本就又赔钱又道歉 所以在那一次这个马政府也的确是争足了这个面子 那不过为什么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经济或者军事的这个实力 能够在跟日本的交涉过程当中 能够取得上风 那这其实有部分也要归功于大陆方面 大陆方面的这个协助 那甚至在后来的这个钓鱼岛事件里面 有好几次的这个双边的这种海上巡护的这种对峙 那报道媒体报道都有指出来说 大陆的海间船其实就在不远的地方 遥遥相望 那么大陆在那边看 所以使得这个日本对这个这个台湾的这个这些动作 也不得不有所忌讳 所以在马英九任内 日本就跟台湾签订了这个逾越协定 希望说把台湾这个问题先摆平 所以我们终结的这个经验来看 就是说台湾要跟日本对抗 以台湾自己的这个实力 那么日本人是不会在乎的了 好了那现在蔡英文一上台之后呢 就就因为在九二共识上面就跟北京就杠上了 杠上了你今天在跟日本对抗的时候 日本人当然他就可以比较强势 所以我们这次会出现说请渔民去闪避 而不是说像过去讲的说小心作业 那可见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渔业署当局 他也了解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中国大陆这边了 给我们的一些撑腰啊 一些一些协助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能语气就变得更为低调一点 那这个讲起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可悲的一个地方 好那刚刚教授其实有提到说 在过去的八年当中的话 是先后出现了像是两岸互疑甚至是两岸保调的情况 林先生我们这边要一起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会看到的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其实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在对于日本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态度 是非常尴尬的 那以现在这个局面来讲的话已经不但是核实的问题 包括渔民的问题都切实影响到民众自身利益的时候 蔡英文当局会转变吗 我想要他转变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要了解民进党因为他想要搞台独 所以他必须要紧抱着美国跟日本 而特别是这一任的所谓民进党政府 他特别亲日 那大家如果才记忆犹新的时候 这个蔡英文在选前 他就跑到日本去跟一个人见了面 还热络得很 这个人叫什么 这个人叫安信夫 他就是安倍的弟弟 那他们中间究竟谈了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可是回来之后大家可以发现 所有蔡英文的所有作为 都是向日本靠拢 向日本妥协 以换取希望这个日本支持他们 等于是保持这个独立状态的一个事实 而在所有台独的这些学者 或他们的人事里面 在他们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就是只要可以台独 包括金门马祖都可以放弃 那更不用讲什么太平岛 那都是绝对是绝对可以放弃 所以他才不会在乎说 你今天台湾渔民到那边 会遭遇到什么状况 他为了台独什么都可以牺牲 这就是民营党他想要的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日本能够帮他完成 甚至跟大陆一战 这是他最希望达到的目的 好的 感谢两位台湾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新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新闻继续 欢迎回来 这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岛内消息 国民党主席选战开打 外传刚刚辞去副主席的 詹启贤可能成为第五位竞争人选 那么据说 詹启贤已经开始密集的 拜会各界的大佬 甚至获得了鸿海集团 董事长郭台铭的力挺 而已经宣布参选的 吴敦义则是开始招兵买马 竞选办公室预计在年后就会成立 而由吴敦义自己作词的竞选歌曲 义无反顾 也已经出炉 竞争激烈的选战 让党内大佬非常的担心 吴伯雄 胡志强 苏起等人纷纷表态 认为说选举要团结 要做君子之争 我们一起来看 这是由吴敦义作词的竞选歌曲 义无反顾 在他宣布参选后 吴敦义就开始了积极筹备 13号晚间吴敦义在参加活动时表示 民进党正失明星 国民党重返执政已经露出了曙光 我们国民党只要能够精诚团结 转弱为强 就一定当因缘具足的时候 就能够重新执政 对不对 不过对于现任主席洪秀柱 吴敦义却毫不客气 按批洪秀柱率领的党中央 路线让人畏惧 至于国民党副主席詹启贤 可能参与竞选 吴敦义认为 合乎资格的党员 人人都有权利参选 看起来好像越来越热闹了 那个年代的影响是很难 很难去推算的 郝龙斌说 有党内同志承担 代表党有希望这是好事 被问到是否担心选票被分掉时 郝龙斌表示竞争都是好事 每个人都要全力以赴争取胜选 我个人有这样的信心 洪秀柱则表示 在党有困难的时候 愿意出来争取领导这个党 这是好事 其实我还在极力在挽留他 在这个未有他 希望他能够继续留下来打拼 但是这也不影响到 如果他真的有意愿要参选的话 据了解 詹启贤近期密集拜会相关人士 包括前立法机构负责人 王金平 一届及企业界等 征询各方对他角逐党魁的看法 据传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会力挺他 目前詹启贤正在做最后的评估 其参选几率高达九成 对于未来可能出现五人争霸的局面 13号在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办公室 顾问李建荣举行的新书发表会上 国民党内大佬纷纷强调 党主席选举要团结 国民党前主席吴波雄表示 选举过程必须是君子之争 多考虑大我的成败放下小我的盘算 而国民党副主席胡志强也表示 他希望这次党主席选举 真的能做到无私团结救台湾 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苏启则说 国民党要再站起来就一定要团结 国民党团书记长江启臣则是表示 多人参选党主席代表大家对国民党未来有期待 希望选举能变成国民党进入党内民主化 跟民意接轨的过程 那么到底谁能接下国民党主席的位置 外界都在看 吴敦义开始组建竞选团队 并且推出了竞选歌曲 竞选歌曲他自己作词叫义无反顾 并且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当然觉得说自己可以团结国民党 还提出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像当时马英九的例子等等等等 并且说只有团结才能让国民党 油弱转强等等等等 好我们想跟林先生共同来探讨一下 首先第一点这个竞选歌曲这个事情 有一点点奇怪 好像以前在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当中没有出现过 那好在这样的态势之下 吴敦义出来选 可以团结国民党吗 并且国民党接下来团结了以后 就可以翻身吗 首先当然过去真的没听过 有人说在竞选党主席的时候 推出这个所谓竞选歌曲 过去网友是在选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时候呢 会有提出说有关竞选歌曲 包括可能县市长都不见得有 有的有的没有 那吴敦义推出一个竞选歌很奇怪 那也没关系啊 这个毕竟他的一个选举策略就让他做吧 可是我觉得他在讲了很多话 他提到说08年是我们团结整合成功 所以呢打败了民进党 可是我当时就觉得说 这个话题有点怪怪 为什么呢 因为08年之所以马英九能够胜出 关键在什么 关键在陈水扁的贪污腐败 也就是因为陈水扁贪污腐败做得太烂了 所以才有大家寄希望于马英九 希望马英九出来能够改变台湾的政治风气 所以马英九08年才能够大幅的胜出 这才是历史事实嘛 跟你国民党有没有团结 有一点关系啦 但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另外就是说 我觉得目前吴敦毅呢 他当然很积极的在参与 现在所谓国民党的主席选举 可是他前 昨天的讲了一番话有点奇怪 他提到说 他如果没有领先 他就离开 那什么叫做领先呢 第一名叫领先吗 还是第二名叫领先 因为依照国民党主席的选举规则 如果说大家都不过50% 前两名呢可以进入第二轮的选举投票 那什么叫领先 那你今天意思就是说 我第二名也可以咯 还是说一定要第一名 那你这样一个含混 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对自己的选举啊 有点信心不足 有点担心说 你可能无法取得第一名呢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国民党选举还要在观察 至于会不会团结 我必须说国民党最大问题不在于团结 而在 我常常讲 国民党真正最大问题在路线不明 就到底要走什么路 要捅还是不捅 还是要读 搞不清楚 那一堆人凑合在一起 稀噜呼噜的2020还要再去打选战 我不觉得这样的 这种乌合之重的团结 会帮助国民党有什么好处 好 另外的话 刚刚林先生其实提到的 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多次提到说 未来国民党主席这次的选举 可能会出现二轮选举的 那其中这个会出现二轮选举 很重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人宣布参选 除了之前三强 又增加一个韩国瑜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 刚刚请辞完副主席的詹启贤 那么他有一点点松口 是表态说 自己正在积极思考 用的是积极思考这个词 我们想请教一下杨教授 对于詹启贤的这种表态 您的观察 以及对于说 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 超出了一开始我们的判断 三强 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的话 对于国民党选举 或者说对于国民党 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很多人担心说 这么多人出来参选 会不会造成这个国民党不团结 甚至分裂了一个结果 我个人倒觉得说 这个有点多虑了 因为我们就看现在台面上 这些参选的人士里面 他们并不是说自己 好像过去就在党内 永兵自重 那么所以国民党就是因为内部 不管是以前两奖时代以来 或者怎么样 对党内的派系向来都抱着一个相当负面 相当打压的一种做法 所以使得国民党内部 虽然有一些好像隐形的这种派系 可是一直都不能够成气候 所以国民党没有派系的问题 所以这么多人出来竞选 应该也不至于造成国民党就这样子分裂掉了 反而让人家比较担心 就是说这个路线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五个候选人里面 大家都能够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政策 来让选民来做一个选择的话 那如果将来他能够当选 变成这国民党的这个主席的时候 那我大概整个党就朝他的这个政策方向去走 那这样的话对国民党来讲是好的 因为毕竟你已经受到这个党内的一个考验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个候选人里面 大概只有洪秀柱的这个路线 还算比较清楚 那其他几位都还是秉承过去国民党一种做法 就是尽量的以人和 尽量的跟各地方的这个党员 这个好像做一种交流 来增加自己的这个 甚至现在还有人在传言说 国民党也出现一些人头党员 鼓励各地方的这个非国民党员去参加国民党 将来变成他的一个选票 所以就因为这些人他没有一个路线或政策做号召 所以他就必须要以这样子人的这种结合 那希望使自己能够能够获胜 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我认为对国民党的这个稳定也好 或者对国民党将来在竞争这个领导人大位的时候 对选民的一个号召 我认为都都都会有问题 另外我们要进一步来看 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关于詹启贤 詹启贤刚刚刚在我们短片当中也透露出来 说近来似乎是开始密集的拜会各界的大佬 还有一个消息说 他好像已经得到了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力挺 我们这边要跟林先生共同来探讨一下 就是说郭台铭力挺张启贤这样一个消息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传闻 以及说郭董现在来讲的话 对于国民党来讲 它可能意味着什么 或者说影响力有没有 我想很多人对于郭台铭有一个想象 就认为说有没有可能蓝军在2020年的时候推出来 他来选 可是我想今天如果说詹启贤获得郭台铭的支持 那搞不好洪秀柱可以推出郭台铭的妈妈 说妈妈希望你不要支持詹启贤 当然这是开玩笑 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今天不管詹启贤或谁得到了谁的支持都不重要 因为国民党的问题就在于说 他如果不把路线搞清楚 基本上这个党已经走向死亡了 他只是因为他很庞大 我们讲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他还没死透 如果我们回头看国民党过去的历史 从蒋介石掌权以来 他靠的就是说是一个强人式的领导 一个家父长式 他一人说了算 所以可以震得住整个党 那两讲如此 李登辉也还可以掌控得住 可是当到了先红来接这个党主席的时候 震不住了 也就是说当在野时期的国民党 如果没有人可以震得住其他派系 或者说可以要求这些立院党团听话的时候 那这个党是 谁掌握这个党主席党机器都没有用 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控制立院党团 或控制地方派系 那我就讲就是说 如果今天不把这个路线搞清楚 也许因为路线问题 可能国民党会掉一部分的选票 有些人会出走会离开 会向下掉一阵子 但是他才有办法反弹回来上升 如果不搞清楚 继续搭上盖 把问题盖着 继续慢慢拖拖拖 我觉得他只是慢慢慢慢走下坡 而到死透而已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主持人 好的 谢谢贺南 我们来继续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 12号 结束太平洋远海训练的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 已经通过台湾海峡 但是岛内围绕辽宁舰的各种嘴炮 却还在放不停 据台湾媒体报道 13号上午又有台湾专家 为所谓打赢中共舆论战献策 称只要台湾拿出一张照片 就能低调捞回一把 据台湾媒体报道 此次献策的是台湾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 梅富星 他13号在个人社交网页上称 北京嘴上固然是学老美 宣称只是公海自由 航行无害通过 但骨子里耀武威吓的意味欲盖弥彰 而且从初步的结果来看 似乎也是任务目标基本上圆满达成 梅富星称 这几天看到很多网友说 要用熊三或其他武器 击沉辽宁舰之类的发言 情绪上固然可以理解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不可行 没必要更无建设性 梅富星建议 台湾有关方面不如考虑过一阵子 选择个有利时机 公布一张类似这样的照片 以在宣传站及斗争上低调捞回一把 梅富星的言下之意很明显 认为只要台湾 能够拿出一张 由自己潜艇拍摄的辽宁舰照片 就可以下注大陆 不过据有关方面查证 梅富星展示的照片拍摄于1974年 当时一艘俄罗斯潜艇 偷偷拍下了美国航母的身影 对此军事专家的评价是毫无意义 专家说 这不是大陆航母 更不是台湾拍到的 台湾和大陆军力 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 有意思的是 13号台防务部门主管冯世宽受访时表示 台海防御战这么多年 可由潜艇发展看得出台湾海军茁壮 潜艇发展也能确实保卫海域安全 台军方负责人不自量力 有网友笑称根本就是搞不清楚状况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继后任国务卿蒂德森之后 12号美国后任国防部长马蒂斯 和中情局局长提名人蓬佩奥 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 继续对俄中等国标狠话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的国安团队 对中俄态度如此强硬 为什么美国的盟友反而不领情 说这会带来战争 时事评论员红灵为您带来专业分析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继后任国务卿蒂勒森之后 美国后任国防部长马蒂斯 和中情局局长提名人蓬佩奥 12号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 继续对俄中等国标狠化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评价说 如果把特朗普和他的团队 发出的不同信号放在一起考虑 并具意采取行动 那么想象一场新的冷战扑面而来 并不夸张 继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之后 特朗普国安团队的另外两名重要阁员 国防部长提名人马蒂斯 和中情局局长提名人蓬佩奥 12号也出席参议院听证会 等候过关 会上马蒂斯表现出 比特朗普明显更加强硬的对俄立场 他在面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质询时表示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正遭到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 威胁来自俄罗斯 恐怖主义组织 以及中国在南海的行为 蓬佩奥则在听证会上称 他相信美国情报机构 有关俄黑特介入美大选的报告的可信度 如果他成为中情局局长 将致力于防止类似的网络威胁 而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 马蒂斯则称 亚太仍是美国的优先考虑方向 必须继续捍卫美国的利益 包括坚持航行和飞行自由 他明确说 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对美国的三大威胁之一 不过马蒂斯也说 我们必须设法管控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竞争 此前一天 他的未来同僚 后任国务卿蒂勒森同样也有一番针对中国的言论 蒂勒森宣称 中国在南海的岛屿建设是非法行为 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 他甚至放言 将向中国传递清晰信号 停止岛屿建设 不许靠近岛礁 未来的美国国务卿 防长和中情局局长近两天来的一系列强硬表态 让国际舆论惊愕不已 英国金融时报13号称 在对华关系上 特朗普迄今向中国传递的信息 像是一场外交上的正面强攻 冷战之风扑面而来 德国焦点周刊称 未来美国内阁的想法可能把美国带到战争边缘 容易使美俄中等大国产生敌对情绪 很容易让世界陷入紧张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庭13号发表声明称 蒂勒森不允许中国靠近南海岛礁的说辞 将把澳大利亚卷入战争 澳大利亚应该明确告诉特朗普 澳绝对不会卷入这样的冒险 就像15年前不该卷入伊拉克战争那样 菲律宾外长亚赛则是表示 美国今后任何迫使中国停止其南海岛礁建设的举动 都是基于美国自身特权和美国自身权益所做的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3号表示 可能不同的人士有不同的表态 中方对中美关系以及两国具体领域合作的立场很清楚 作为两个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振理事国 中美有很多共同利益 也都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发展的重要责任 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建交近40年来 中美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我们希望维护好这个良好局面和势头 此外就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称 希望中国停止在南海可能导致自我孤立的做法 陆康表示 我们注意到个别越国家 仍然放不下他们自己意想出来的这么一个说法 不过我想大家肯定也都注意到 他们在这么说的时候 他们自己正越来越孤立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红林 红林先生我们先请教一下 美国到底有没有权利不让中国靠近南海的岛礁 又有没有那个能力不让中国登岛呢 他们说这些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美国显然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我们知道在南海的问题上 那么中国和相关这种争议国 事实上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解决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一就是相关那种争端 由中国和争议这些国家 那么之间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也就是说 那么解决的范围限于这些国家 另外一点就是南海的和平和稳定 由中国和东盟国家来共同维护 也就是说 像美国这样的域外国家 在相关的问题上 你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另外就是涉及到 就是美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来干涉南海问题中解决 我个人认为 美国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大家可以想一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那么我们一度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 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 但是只要是涉及到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的事情 我们不会有丝毫的让步 那么到了今天也是一样 因此可以说 在南海的问题上 那么美国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什么样的野心 如果你真的把这样的一个干涉 付诸于行动的时候 那么我想 那么来自中国方面的反应 不仅会非常的坚决 同样也会非常的硬气 那么蒂勒森 他这样的一个狂言 恐怕也只能 调留在这样的一个语言上 那么大家只要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 就会看到 那么今天南海的局势 不是美国 你想怎么说 就能够怎么样的去做到 那么显然 这说和做是完全两回事 蒂勒森还说了 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行为 美国必须展开对东南亚传统盟友的支持 但是我们却看到美国的盟友们却并不领情 反而是啪啪打脸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说 这太荒唐了 这样会把澳大利亚卷入战争 菲律宾外长说 美国阻止中国岛礁建设 是基于其自身特权和利益 那么就请教洪律先生 为什么美国的这些盟友们并不领情呢 我觉得美国的这些盟友 尤其是澳大利亚和菲律宾 所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么基于两点 一个就是基于美国这样的一个立场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在外交口径上 一直是说涉及到领土主权的问题上 那么他不持立场 包括南海的问题 因此呢 美国现在就是后任的这个国务卿 这样的一个表态 那么显然相关的这些盟友 其实呢是不相信的 那么认为你距离你原有的外交立场 那么相距甚远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美国你既然这么说 你能做到吗 就是美国的这种实力究竟如何 其实呢 美国的这些盟友 那么也是在做判断 就是说今天的时代 并不是你美国为所欲为的一个时代 那么如果说 你想把这个水搅混 那么美国也要掂量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那么否则这些美国的盟友 就所谓的这种小弟 那么就会想一想 就如果跟着美国走 那么自己会不会成为一个炮灰 那么第一个就损失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些国家 显然不愿意当这样的一个炮灰 好的 谢谢红林的分析和电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新闻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主 我们来继续请教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红林先生 红先生 我们现在看到 不管是美国的后任国务卿 蒂勒森 还是后任国防部长马蒂斯 后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 在这几天的发言当中 纷纷都对俄中等国标狠话 甚至他们的很多说法呢 跟提名他们的老板特朗普 完全就是不同调 那么就请教红林了 为什么这几个人可以这么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乱放炮呢 大家注意到 这几个人的身份都有很意思 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就是有后任两个字 后任国务卿 那么后任相关那种官员等等 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上台 因此我个人觉得 这些人事常是把1月20号 特朗普上台之前的这一段时间 当成就是试各种底线的一个时间 或者说有一个试错的一个机会 那么就是说去看各界的反应 不管中国的反应也好 俄国的反应也好 那么如果说触碰到底线 他觉得这个以后我要注意 那么对方如果反应不强的时候 有可能他会进一步的这种试探 因此现在感觉有一点点 就是特朗普这个政府 那么还在上台之前的时候 那么想方设法在为自己今后上台执政 那么摸索出一些空间 或者说争取能够占到一点点的便宜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 我尝试了 我有一些冒进的做法 而对方反应没有那么强烈 我们来看 这几个人频频对中俄放狠话 中俄也都进行了相关表态 俄罗斯方面的反应是非常的愤怒 说美军方在欧洲的增兵 是对俄罗斯安全的一大威胁 但是来看中国方面的反应 是相对比较温和的 那么回应诸如 希望维护中美合作良好局面 双方合作 潜力巨大等 那么对此有外国媒体就分析说 中国的这种态度和回应 是更加自信的表现 您怎么认为呢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中国会更加的自信 因为毕竟中美之间这种关系 现在的层次非常的丰富 就是各个领域 各个层次这种交流 那么远远超过美俄之间那种交往 那么自信是一个方面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中国世上也看清楚了 既然你特朗普政府还没有上台 现在还是奥巴马去执政 既然你上台之前 说话是一个不算数的阶段 那么我们也不妨 那么把它当成一个不算数的一个言论 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是奥巴马政府的表态 但是呢 1月20号以后就不一样了 那么不管是特朗普本人 还是你的班子成员 一旦各就各位以后 你就代表着美国政府 那么这个时候 你说话就不能信马又将了 好的 谢谢红林的分析和点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观众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进账 关注海峡旅 6天下亡 9天下 som 6天下